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4日 这是今天第四个录播节目 和大家谈谈刚刚看到的一些新的报道和评论 现在这个是网络信息时代了 铺天盖地 每天有些观点有些评论很好 少纵即逝 一忽略看不到了 有一个消息讲 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 这是疯狂报道的 所以他用了41张 他搞了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挑了41个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干部作风问题 通过对9个发生在干部身上的典型案例 解剖麻雀 自我解短 自暴加仇 自我亮剑 他这个才是个县计师 这个大忽悠 推动权限 干部 要干什么呢 从思想上反思 行动上整改 这是22号 叫池州 东至县 叫东至县 池州 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安徽的 说是目的是什么呢 擦毒点 攻难点 除痛点 你看 这个中国的词也多 花点胡哨 那个加拿大 美国他都没有这些东西 你说这里怎么会那么连接 中共国整天搞这些名堂 越搞越腐败 他讲到说是在这个东至县呢 就是发生这么一个新闻 通过这个活动啊 就是领导干部自己找自己的毛病 就这个意思 给大家看看这网上的截图 你看 这会上这么多的做的这个地方 你看你来到加拿大从来没有这些事 一开会都是议会 研究大政方阵的 这些事 没听说过哪个单位 哪个企业公司 做起了蒋连正的事 这本来就没连接 是吧 你看他就讲呢 他是公开资料显示 这个东至县的四大班子 主要领导出席会议了 这个县委书记叫洪克风 他就在搞这么一个名堂啊 那么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拖 就是群众来办事是拖 本来你来了就马上就办的 你像这里你要办事 你去排队到那个大厅去做 他有个打码机 打卡的机器 你那小纸条你一撕一张 你说多了多少号 编号就有 你在坐等着 你把那个准备给政府官员的材料 比如说你办这个驾照 延期吧 和医疗卡延期 你就随意不用求 你就在等着 马上有一个视频显示的号码 喊号 里面有服务人员 电脑就说了 你多了多少号 轮到你了 你上去给他就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找你毛病的 他都想各种办法帮助你 就是整 有些人新移民刚来了 英语讲不好啊 发言也不准 不要紧 他都帮助你啊 需要拍照 他就帮助你拍照 无微不至的关会 你这里没有什么拖 你看中国 还有拖 冷 散 糊 还有各种现象 他讲这事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逆斗 怎么逆斗看出来的 你看看另一篇文章就知道 文学城发表的文章 中纪委成立新部门 督导 纪检 干部 忠诚度 为首要任务 自由压力电台发表了 他就讲到新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叫什么小组呢 全国纪检监察干部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近日曝光了 这就类似于这个孙力军案件发生之后 西平下令 王小红 在31个省的自治区公安部 公安厅里面全成立一个组织干什么 清查小组 中纪抓顺利军人 抓一大批 从上到下 几乎全抓完了 各个省都抓了些人 关到街底去了 以前是公安 现在成了什么 和囚徒们在一起 我估计囚徒肯定讲 肯定在揍他 是吧 说不定 你看你以前 给咱们打上黑社会 现在你竟然 没想到吧 还来到这里了 不得教育教育你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卡罗署里面规定 凡事公监法师 犯了错 坐牢的时候 和一般的大半犯人不在一起 他们单独放个小屋 就他那个到那里 有特权 一个小屋里 一官四五个人 六七个人 全是公安局的 有的是受贿的 有的是徇事妄罚的 有的是刑讯逼供的 有的是反正他物的 就他们一出事 跟他们灌到一起 为什么放一起 怕他们到别的房间 哎 走啊 这是很大的问题 再给他小菜了 给他小优品政策 比如说 你在这买东西吃 你要有钱 你买不着 就他们 有钱可以买 外面买 给送来 他也搞特权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这个 中共国 他就内度搞这个名堂 你看 近日曝光了 领导小组 中纪委成员 孙信阳 赵世勇 徐洛德 分别担任 小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 领导等等 为什么用这些 我上次讲的 孙信阳 是陕西班 就是习近平 他妈妈 中用的 西远平的铁针 像刘国宗一样 还有其他一些 我不许从 我讲的什么呢 就这场运动 又开始了 就专门抓什么呢 抓这个 对地派 中央纪委监察委 本周发布的会议内容显示 刚成立了全国纪委监察干部 领导 整顿领导小组开始 现在首先洗脑 这个部门是永远洗脑的 就看你的忠诚度 最近所谓的调查研究 哪是调查研究 调查哪些人忠诚 哪些人不忠诚 要说呢 要什么呢 忠诚干净 你要忠诚 还有干净 习近平 继续敌系不用 像菜鸟 我看一些自媒体报道 可腐败的说 黄桂民 说曾经被中纪委抓走 两次 习近平给保回来了 说黄桂民 等等 你看他也不连接 但是他抓别人不耽误 我要讲的什么 就刚才讲到安徽 为什么安徽 他选择一个点 县委书记 开始搞这个什么 四十一个问题 七十一个大阵地 李克强老曹 讲了半天 终于看明白了 他都不选福建 浙江搞这个 他就是要肃清 李克强老曹的 所有的官员 他就认命 这么个新的人 这个来了 来了举例 四十一条 什么 举一反三 以暗示警 以小见大 等等 其实就是为了 完成习近平交给的任务 对不忠诚 忠诚李克强的 派系的人 要斩尽杀绝 这才是关键 是吧 你看 中国搞这个名堂 由于当官的搞内斗 老百姓也斗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社会新闻 这是 富康网刚刚发表了一条消息 就这条消息 给大家看 你看 这个大家肯定有些人感兴趣了 其实这个是 有点男女姿势 是什么回事呢 是陕西日报报道 3月19号 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的 有个女士 姓董 十天前 她到陕西中医药大学区 第二附属医药 检查身体 做完了这个 雨线检查之后 没穿衣服 突然就逛荡一声 门开了 记了一个男的医生 一下看了他一眼 就是这个肯定是 他不是故意的 我估计 那医生天天不就出这些事 啥巴不堪 他也不到回事 互同记忍了 没有礼貌 然后这个女患者就火了 道歉 得给我道歉 而且道歉的时候 你当时道歉还不行吗 他叫你到哪里道歉 说是到服务大厅 医院不有大厅 在大厅有个总台 所以想在这里打马气 这个地方 你要站着向别人道歉 就像汪国大革 批斗人一样 那医生能干吗 那医生不能干 双方打起来争吵 争吵到医院办公室去了 进荒唐上 办公室提出这样吧 说你别闹了 给你三百块钱了结 说不行 三百太小了 增加到了一千块钱 你说这是个什么事 有意思 这时候我想起什么 想起我每天 就到那个 这个Good Life 这些健身房游泳 我经常去 一会儿在这个游 一会儿在那里游 游的时候还到私人俱乐部 经常有走错的 因为他前面那个字 不是很清晰 就是更衣室 都并在一起 上了就游 在你刚游完了以后 上下的时候 都是迷迷冷冷的 累的 是吧 有些人就走错 什么污闷 闷不清就走错 我经常看着走错的 男女都有 女的走哪里都去 走完了非常狼狈 回了 一看都不好意思 哪里走 女的就出来了 你说啥 哪天没有 但从没看过吵架 也没听到任何人 发出什么 这些什么 喊叫什么 什么 这个是像中共国那种 机民狗道的 我从来没有 你看我就是将近十年了 天地游泳 这种喀的太多了 还有一次 喀的一个人 走进好半天不出来 我这怎么回事 这么长时间 新来的吧 阿富汗什么 难民还是移民 所以他的英语不好 走进去 从那边门还出来了 也没听说出啥事 只是看他们有的人跑 那是个表情 看着就是很 很不好意思 就如此而已 为什么在中国 尤其在陕西发生这个事 就和习近平领导有关系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人和人之间关系不正常 充满了斗 你只要抓个机会 我站在里上 有理无要人 怎么得给你干倒 而且还得拿钱百贴 你要说的特别有意思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大消息 国际舞台上 现在有很多的大消息 一个什么呢 你看 香港01报道的 说是呢 这个万维网有意思 在转发的时候 前面还加一条 亲中共的媒体 香港01报道 讲什么 欧盟委员会主席 风格兰 他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在4月份收访北京 见习近平 习近平先牛了 习近平 你想把这个沙特和伊朗 搓合到一起了 然后又上俄罗斯去 变成中俄要联盟了 要领导全世界了 说现在是马克龙 不学马克思 学习马克思也来了 这个风格兰也要来 他俩联手 一男一女 有意思 说多位欧洲领导人 相继宣布访华 除了马克龙 风格兰外呢 还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也要来了 说为什么香港01 要报道这个事 是大外宣吗 是吧 说是3月3日31日进行国事访问 23日期间和习近平见面 这习近平新人超好 你家万国来潮 是吧 我也给全世界指引方向 你看都来了 说桑切斯最新在24日表示 世界应该听取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 以助达成解决方案 因为中国不是呼邀了12条解决方案 立场的 然后这次到了俄罗斯去忽悠 说自己要和泽林斯基见面 他还没见面 所以这个马克龙 风格兰来 探听探听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告诉我 咱们给你转过去 要来 说外交部2月24号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威胁的中国立场 一共12点 但是美国不认 看来这次来很有意思 接着还有消息 马来西亚传媒3月23报道 首相安华29号访问中国 他们来干嘛呢 出席博奥亚洲论坛 会晤习近平和李强 尤其接下来李强 这是为了工作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这地方 亲共亲得不得了 中国在那搞房地产 搞房地产搞得惊天动地 我一个朋友在那搞房地产 告诉我 他说 哎呀老江 你到这里就知道了 这里好啊 和中国大陆一样 就遍地都是这个中国人 搞了很多项目 说是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 大马地区政府发展部长 聂科敏和科学工艺部长 郑立康正是安华访问中 安华你看上一次搞了个 母母罪很不雅的名字 和马哈蒂尔两个闹矛 其实马哈蒂尔有位号叫傻子医生 他俩以前关系超好 后来闹笨了 政治舞台上搞的也是两个人 讲不清楚 现在安华你看 来了安华先赴海南出席30日举办的博鳌论坛 然后呢 再飞到北京继续访问行程 到4月1号 期间安华要接习近平 李强 还有赵仑西 习近平现在你用来看 安华都来接我吧 是吧 你看全国全世界政要 最猛的是什么 南华早报刚报道的 美国也要来了 你看 跟我意思啊 说是这个这篇文章就是海外的 我刚刚看海外媒体报道的 说美国高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要访问中国了 可能是这个布林肯布局的 具体这个布局的 他怎么看出来了呢 他说啊 这样讲的 美中关系今年陷入地名 在今年少早发生高空间谍气球之后啊 原本预定预定出访北京的布林肯宣布延起了 他都走到南韩了 再往前一跨就走了 就大雨治水不如家门了 是吧 就发生气球 这飘气球飘坏了 之后又开始重新组织了 他说近日美国国务院有个中国组的主管 叫管自强 他前往上海了 与中国智库人去进行会谈 那都肯定是国安部安排的 有些支付钱都是国家安全部给的 是吧 打个枪 外界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谁呢 为布林肯叹中扑露 恢复中共高层对话 习近平怎么样 你牛还得求我吧 就习近平乐了 这篇文章讲 他说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走访中国准备 那么说现在正是低迷的时期啊 双方不要关闭这个是对话的大门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 同时也是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的花子强 近日在上海驻领事馆的人员的安排下 他见了上海问题研究院 现任与前任的所长陈东晓 还有杨东勉呢 进行对话 这两个人肯定是王沪宁的 帖哥哥的 王沪宁说什么呀 那个东晓啊 想不想做点事 想啊 给他点任务 行 你这会儿歇跳歇跳 你看这个 扮演这个角色啊 说杨洁敏是谁啊 是前中央外办主任 中国外交部最高角色是杨洁篪的弟弟 杨洁篪的弟弟牛起来 看见没有 报道指出啊 说是这个双方在会谈中针对中美关系和其他议题 进行有深度的意见交流啊 可能就是准备还要见面吧 是这个意思 其实燕伦不是要进要来吗 说除了华志强之外啊 现任所长 列席的还有呢 盖越 台澳 台港澳研究所所长 郑玉群 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啊 就等等这些人吧 报道表示啊 虽然华志强此行细节不明 但明确的是 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 啊 美国高层官员首度公开前往中国交流 就双方还没有关闭这个大门呢 呃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叫康达 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以台湾事务高级主管叫罗森伯格 呃 将前往北京附近的廊坊 进行布林肯访问的筹备工作 一一看到廊坊我就想起了 越界新华社大连职社那社长 王甫杰 我就 呃 到这个新华社河北分社当社长 后来一下调到廊坊是当社长的 这个意思 我在监狱的官员 看电视 一看 我的天 我的领导怎么 变成廊坊是市长了 突然间 据说这个台下高升啊 提拔廊坊是市长 还要到大连来见薄熙来 薄熙来会见廊坊是市长 王甫杰 这很有意思啊 后来王甫杰据说做生意了 那个兄弟挺好 那个人类人好 也不得嘴人笑点蜜蜜 见任何人都笑 好可爱的性格的那个人啊 现在不知道干什么 据说这发家致富了 现在不介入政治了 这好事 那么来看看这个更多的消息 这说明中美关系啊 下一步啊 可能很麻烦 很麻烦 但是呢 只要有一些希望 似乎还一度在 有些方面在改善 因为美国也是一样啊 它有鹰派和鸽派 是吧 鹰派很强硬 你像这个川普啊 这个蓬佩奥啊 这个就是比较观点比较激烈 是吧 余茂村 这都比较激烈 比较这个清醒头脑 老拜登手下这些师傅鸽派也不少 像搓和搓啊 很难讲了 我们来看看另一套和中共有关的 就是这一次啊 大家都在热议的 昨天曾经讲到了啊 也有什么呢 美国这个抖音的事啊 中国这个短音 短影 短影音平台抖音啊 抖下来了啊 在美国现在火 但这个事是发生了这个争执了啊 这个23号 他出席了国会听证会啊 就关于这个五个小时交火呀 他回答议员们的质询啊 就周寿兹 周寿兹何学人也 今天看到看中国网站发条消息 这是有点心意啊 以前别人没有介绍啊 40岁的新加坡人周寿兹 他说3月23号 就应用城市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以及被指与中共政府有关联 就在向美国众议院 叫能源商业委员会 进行作证 这是新报道的啊 周寿兹出席听证会 会上呢 这个周寿兹向美国立法者保证 该平台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他说并没有为中共政府这个工作 抖音呢 不会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承诺抖音保护美国数据 用户数据 你们别关闭啊 咱们肯定不能惹事 等等等等 讲了一些承诺 这篇文章 我自罪给介绍给大家 是因为这是看中国网站的篇文章 他就介绍这个 周寿兹的一些背景情况 别的媒体也没有 这有他报道 他说他周寿兹 他是早年在新加坡精英中学 华侨中学毕业 后来当兵在服役期间 称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 之后呢 到英国留学了 06年毕业伦敦大学 取得学位 他是学什么经济学的 然后到哈佛商学院就读 工商硕士学位 那么在社交媒体巨头企业 脸书 赏出初创阶段 他在这实习 他的经历是这样 然后10年 他就加入了俄罗斯 有一个企业叫国际投资集团 他担任合伙人 就等于他拿钱来投资的 主要针对什么 互联网公司进行风险投资 他领导这个团队 后来13年 他成为自协跳动的早期投资人 15年周受资加入中国智能首席巨头公司小米 担任首席财务官 管财务和国际业务总裁 之后18年带领盖茨上市 19年周受资兼任小米国际部总裁 你看这绝对是属于猎头们关注的 职业的经纪人 职业的管理人 高管 2020年8月和王翔张峰和卢维兵 成为小米集团的合伙人 21年4月他跳槽 估计猎头给他猎走了 这待遇高 来了 到字节跳动了 他成为这家巨头第一任首席财务官 两个月后就坐上了首席执行官的位置 他受到现在面临挑战 这次美国要制裁 面临禁令 这篇文章讲这个情况 那么最后这里引用了他到底能不能向兑现他的承诺 我告诉你们一个条款就行了 昨天我就想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条款 因为找到条款你要找那些法律文书 他说根据中共当局2017年出台的一个文本 就一个条文法律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 怎么规定呢 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看见没有 你就明白为什么 像他这个 他的承诺不算数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规定怎么讲 任何组织和人 那你就在中国建立的企业 不管是独自还是核子 你找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你就受什么 受这个条约的管理 情报部门 情报部门31个省市自治全有 省叫省厅 省安全厅 市叫市安全局 他两块领导 一块是中央领导 垂直领导 还有个地方也领导 地方有政法委副书记领导 一般都是这样 那么比如说黑龙江省安全厅 下边是哈尔滨市安全局 你找不起的 他那些情报员都是不具名的 有些人身份已经公开了 半公开 一般情况是不公开的 就是秘密特工 他可以随便的到这个企业去找你谈话 你一出事就大声 说你怎么能拒绝他 所以他这个承诺周寿思啊 他是讲的是 这个好像冠冕堂皇 他说的不算 另外 还有种可能 他早就入局了 是吧 早就属于这个体系里的人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 你看他以前当过病 是吧 这都很难讲 咱们说不好 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才能进入这个层次 干上这么好的工作 对不对 你想在这个领域混 我是知道 那肯定里边军警特线 早就进去了 抖音可是个 了不得这一个APP啊 是不是啊 因为他本身 你说搞这些 这个名堂 这个年轻人都喜欢玩 一玩就泄露国家机密 我就看这里 有一个报道讲 有一个小孩就在那个 军事基地附近 在那跳舞 他也不知道 他跳得很好 很漂亮 那后边背景就是军事基地 你发的抖音上 那中国一收集 那不整个给你掌握得清清楚楚吗 这里最大的问题 中美现在已经关系改变了 已经不是过去的 朋友关系了 是吧 漫长年代 现在是竞争到敌对了 在下一步就有可能是 冷战到热战就开打了 那当然你这个 所有的情报就要管制了 所以抖音呢 我认为啊 他这个在美国 制裁者队的 应该全面禁止 所有的人都禁止 直到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共党垮台了 是不是啊 因为他这个技术上没有问题 你这样微信 你这样多方便 最好全部禁止了 等到什么时候 给他重新回复 共党垮台以后 或者是至少是 习近平垮台了 倒台了 改革开放派的人物上来 比如说李克强派新人上来了 他相对来讲 你像胡温时代也有 他就好一些 他毕竟还有个底线 因为胡一套胆小 很高 你们在美国别胡整 咱们安全系统上 别去骚扰人家 人家怎么整 怎么整 是人国家的事 你就习近平这个性格 心胸又狭窄 又狂妄 还有领导全世界 刚才讲到 全世界这么多人 政要都去看的 那习近平什么都要管 习近平觉得 他管是应该的 是体现了习近平 伟大领袖 对你们加拿大 美国的 无为不至的关怀 所以我要 我要窃取你们的情报 要分享你们的信息 要监控你们每个人 是不是 他本身是这样想的 一种病态的心理 所以抖音 现在其实 我认为 是应该的 受到这个限制 在中共国 你看反过来看 这篇文章讲了 美国所有的媒体 那些敏感的媒体 像脸书 推特 YouTube 在中共国能打开吗 根本打不开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 你按照他反制 他不允许 你也不要允许 这就对了 还有一条消息 台湾的很有意思 现在富有戏剧性了 就洪杜拉斯总统 和台湾的渊源 这里 有一篇文章 说三立新闻网报道 一段洪杜拉斯总统 与台湾14年的恩怨 曝光 怎么回事 给大家看 这个图片 你们讲完 你们都单调了 看了图片 心情好一点 数换数换 压力 这里讲到了 洪杜拉斯的外交部长 奉总统之力 出访中国 他说 这篇文章应该是台湾那边写的 他说 我方表达 我方表达全力不满 外交部更表示将召回驻洪国大使 各界认为 80年的邦交情谊恐怕真的画像句号 因为这洪杜拉斯现在转向投向中共怀抱了 是吧 和这台湾拜拜了 说是 其实啊 卡茨楚一上台 最终结局就已经定了 前立委 蔡政员透过脸书揭露一段什么呢 就台湾和这卡茨楚的纠葛的往事 这很有意思 他感叹叫沧海桑田 事实不常 这个人的 这个没有共同的友谊 长久的友谊 只有呢 利益在里面造成 你看这篇文章讲 根据蔡政员发文 叫09年出的事 当时洪杜拉斯发生军事政变 时任总统遭军方逮捕流放 总统家里呢 有两个女娟 就两个辅助人员 跑到台湾大使馆 寻求政治批股 台湾不在那里有大使馆吗 你求求你可救我 经中央协调同意 大使馆以人道名义 收留其中一名年轻较轻 怀有身孕的少妇 因为他他不敢收留 他有个怀孕 这好像没有理由了 拒绝另一个中年妇女 之后呢 这名该名妇女转向 巴西大使馆寻求 巴西收了 还骂走了政变的军政府军官 就台湾不敢收留 他巴西收留这么个人 时间到了19年 洪杜拉斯在业党 原著名干部 为干地 为失地正义发动战争 就他们发生变故 结果遭到军警大肆追捕 干部们纷纷逃进台湾大使馆 这一次呢 大使馆接到上级命令 驱逐这些干部 就这样 军警当时逮捕了不少人 而在业党呢 从此和台湾决裂了 他们之前就有这个情报 讲这件事啊 说22年洪杜拉斯大学胜利了 总统大胜了 结果在业党大获全身 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变化了吗 说新任总统就叫什么 叫卡斯楚是女性 也就是09年那个被拒绝在台湾大使馆 门外的中年妇女啊 你看有意思没有 你拒绝这一先当总统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当年收留出卡斯楚的 就是现任巴西总统路拉呀 你要这个非用戏语 有戏剧性 他说不少网友看了 知乎 如果这段历史是真的 一切早就断定了 只能说 欢喜 做甘愿受 有网友说呢 2009台湾总统是谁 是谁呢 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那么今天方康网也有一篇 有个小视频 专门报道 说马英九 说马英九来到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把这个事当成大事了 一个是这么拍李强 到这个湖南视察 据说是有一个内容 就是这么 给马英九 要建造他的目 给建得好一点 感动马英九 马英九现在亲共编的 说74年以来 马英九九次访问中国大陆 将引爆哪些政治效应 你看 疯狂网还请了一个美女主持人 找一个评论员 谈这个事 可见这个事当成很大一件 一件事 因为中共现在搞统战 想把台湾拿回来 大家都知道 这确实是一件不小的事 因为过去台湾的总统 他退卸了以后 都有年龄的限制 几年龄不许进入中国大陆 刚好现在解封了 他可再来到大陆了 大陆开始统战 给我感觉 搞不好 至少我认为 王虎年会见他 习近平倒不一定见他 为习近平这个人爱面子 觉得他纪别太低 你是前总统 现总统都不搭理 我能见你 我是指引全球的 各个国家 我手一指 大家都厌恶着方向走 像你这种小楼 王虎年见你就不错了 是不是 我估计有可能 说马英九这次来 走了很多地方 到湖南他老家不用讲了 还到武汉 是不是 还到重庆 重庆是培都 还去上海等等 反正去江苏 去很多地方 这证明马英九 这个是配合 中共表演表演的很好 通过这个消息 能够淡化一下 蔡英文外访的效应 我认为 中共我在搞统战 搞的是非常的 无为不至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领域都想好了 那么本人认为 台湾是应该 回归中国大陆 怎么回归呢 选举不就行了吗 两岸老百姓 一个人一投票选举 共产党国民党 什么党 这个党那个党 一起投票 投票就马上 民主和平转型 国家统一 一揽子计划就完成了 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海外 这些言论人士 只是陶杰 同意我的观点 其他人没有同意的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就打这张牌 好好讲一讲 是不是 比如说蔡英文 你可以公开讲吗 大家统一好事 咋不搞态度 那么你咋选举行不行 还有国民党 马英九也是 你来以后见到习近平 见到王沪宁 你跟王沪宁讲 你带个话给习近平 我们国民党 摆那老店 和你一起选行不行 要不你让咱们在 继承 可以发展党员 建个小资本 是不是 在上海啊 重庆啊 就湖南 你搞一个发展党员 就有人愿嫁 国民党可以加入 然后选举 这不就马上就同意了 你何必打台湾 打台湾那损是多大 我估计如果他提出这个观点的话 习近平要大弄了 是吧 派王小红抓 当然抓马英九 他就轻易不改 是吧 马英九毕竟是 是前总统 就是虽然加个钱 但毕竟还是总统 就是说这次来 我今天看到 海外有一次媒体讲 说是还允许他 带三个警卫 还可以配墙 是不是墙里没子弹呢 是不是 还不能穿这个防腊背心 为什么 说因为大陆的治安这么好 你穿防腊背心干嘛 只有习近平可以穿防腊背心 好 谢谢 下一个节目和大家 等再分享更多的消息 谢谢